自边境管制放宽以来 圣淘沙迎来的访客多了 和前年相比 去年4月到12月的访客人数 增加约37% 但是仍然未达到 冠病疫情前的水平 记者洪宝林报道 圣淘沙发展区提供的数据显示 圣淘沙去年的每月平均访客人数 已达疫情前的六成 20年前有来过 这次来就观光客 应该少了蛮多的吧 人太多我们不喜欢 今天要去那个环球影城 然后待会应该会去滑那个滑坡车 好安 最喜欢什么 水 因为呢水 很舒服 这边的气候很舒服 然后环境也很棒 很适合来这边休假 岛上的这家酒店授寻时指出 客房入住率还没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但认为很快就能达到 酒店将通过更新和推出活动来吸引访客 这家业者则指出 酒店的客房入住率和日均客房收费都取得正面增长 甚至超越2019年的表现 Partnerships are a vital part of our guest engagement 圣刀沙发展局表示 在过去的几个月 看到了访客人数上升的迹象 当局相信能够恢复到官兵疫情前的水平 新华美新闻记者 红宝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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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